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新夏季小说家的精华宣传片 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呢 可以说这十分的震撼 这篇的话给大家解读一下 首先的话是影片开头 几群的男人讲述着过往岛屿所发生的事情 这一幕呈现了岛上的人信奉谬视女神 以及被称为女神的恩赐的蕨类植物 下一幕的话是他和小女孩揪下了一群昭越海难的船员 但善良的代价却打来了漫无边际的战火 让昔日的乐园变成了废墟 残破的景象宛如一座又一座半岁岛屿哀眠而生的墓碑 照应了影片末尾的这一幕 在上一部宣传片中 长大后的小女孩来到了乐园 我们可以在哀哭鬼捏戏 以及调伤士身上看到这两个符号 也就是说小女孩这时候正处于昏迷 跟产生幻觉中 并且值得一提的就是 此时的月亮呢有一个月圆之夜的过程 在眼睛轮回中我们可以看到黑白相间的月圆之夜轮回 是否就代表着善恶的转变呢 注意这一幕 此时的月亮已经完全被笼罩 周边的一切像不像主线剧情里面 小女孩参加游戏的时候 日记里所记录的画面 在最深处是我们的奥尔菲斯 这时候小女孩说 你是 希望救赎这一切的罪孽 希望救赎这一切是否就是指 小说家想为自己沉浸的善良带来的灾难赎罪 罪孽也能进一步说明那场灾难是因为它 在另一部宣传片中也有相似的画面 而侦探现在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复仇 另外影片充满了许多绝类植物的身影 这个在主线剧情已经结束故事中也有相似的词语 那这一切是否与这个有关系呢 更多的解读可以关注后续的更新 好了 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